有观点说保护大熊猫就是保护整个生态系统 这个观点正确吗 大熊猫是一个旗舰种 闪户种 因为其实大熊猫的这个栖息地 它是作为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的 是高原物种的这个起源中心和进化中心 据现在的调查数据 我们的那个大熊猫栖息地里应该有8000多种野生动植物 而且这些就是说这些8000多种物种里面 有很多是保护价值特别高的 所以其实我们保护大熊猫绝不仅仅是为了保护 这一个物种 它保护的是大熊猫的栖息地 栖息地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保护好了这个生态系统 一方面这个生态系统里生存的野生动植物 都有了自己的生存的合适的环境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都知道生态系统对这个人类社会 它是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提供生态保障 生态系统除了有这个提供物质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们人类可以用的一些物产 还有这个支持的功能 还有这个清洁的功能等等 这些功能其实都是我们人类社会 要可持续发展必须的生态保障 如果没有了这些生态保障 人类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如果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可能引发很多自然灾害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特大的洪灾啊 所以就是说对保护生态系统 其实说到底是为我们人类提供了自己生存的安全的 可持续的环境